大家好 我是薛家宴 祝大家身體健康 苦連行大運 Hello 歡迎收看螢幕八爪魚 踏入金虎年祝願大家新春如意 開工大吉 我們新時代傳媒集團的管理層 日前就聚首一堂 進行新春開年儀式 希望新的一年事事順利 金牛慈歲福府迎春 在農曆大年初八 新時代傳媒集團副主席陳國鴻先生 和新時代傳媒集團總裁李方先生 帶領新時代集團的管理層 和電視台各部門的主管 舉行開年拜神儀式 祝願今年由頭好到尾 金虎年大家工作順景 人人安康 百毒不侵 而因應政府抗疫的指引 今次的儀式也透過網上直播 給公司的其他同事 分享新春開年的喜悅 加拿大中文電台 亦在較早前進行開年儀式 開始時由李方大哥 才送上祝福賀辭 新年快樂 之後同事按照指示 分批上鄉拜神 祈求事業順利 電台的DJ同事 就靠口吻食 供祝他們開咪順利 越講越精彩 而BQ更加在新年一開始 就立即行大運 在幸運大抽獎中 贏得豐富獎品 祝願電視和電台的業務 精精日上 為本地社區製作更多 高質素的節目 農曆三年的氣氛 除了隆隆地包圍著華人社區之外 亦新年去到溫哥華的地標 Granford Island 和溫哥華市中心 為期一個月的Luna Fest新年藝術節 今年以Together Stronger為主題 希望透過藝術傳遞共生求力 亦都即是說 我們要團結 人類的生存 才可以得到永續的發展 全身都充滿藝術細胞的 應界溫哥華華裔小姐冠軍 吳欣辰Sindy 亦都一展所長 配合大會主題 創作天蜜合一 用華不傳遞 與自然永續共生的信息 所以我結束了我的圖片 這部分是植物 然後轉變成手 所以當我們手持著手 它會意味著 我們在相互合 而華者亞軍 Yasmine 就秉承多年傳統 以短片在線上代表華人社區 向大家致新年賀起 大家好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Bonjour Madames & Messieurs J'espère que vous passez un excellent journée 我會有幸福 我會說幾句 對中國的社區 為何我們祝福 和歡迎 新年賀的新年 新年賀 We can hope that this year encourages us to boldly reach for our dreams 祝你新年快樂,生態健康 祝大家新年快樂,玩事如意,謝謝 LunaFest每一年的燈籠裝置都會成為大家打卡的熱點 今年在溫哥華美術館廣場的視覺藝術The Lantern City 特別介紹台灣畫家洪通的兩件作品 希望藉著他的作品去鼓勵更多溫哥華節慶 多些與本地的多元社群產生連結 而其他參與展出燈籠裝置的藝術家 亦都將自己族裔的獨有語言和文化注入畫作 今年是金虎年 你當然還會找到老虎的元素 除了市中心之外 擁有龍龍藝術色彩的Granford Island 今年亦都加入展出的行列 以Forever Young為主題 呼應這個乘坐著很多小朋友成長回憶的地方 希望在農曆新年期間 可以賦予年輕一代更光明的未來 而全球知名的加拿大太陽馬戲團 亦都有參與其中 他們不單將馬戲藝術和街頭娛樂完美結合之外 再加上現場燈籠裝置的點序 便更可展現多元文化共融之美 Granford Island的The Lantern City燈籠展 將會由現在一直到21號舉行 大家想了解更多活動詳情 可以瀏覽網址 LunaFestVancouver.ca 新春氣氛遍佈大溫 你的家又怎可以沒有新年氣氛呢 所以各大電視網絡公司 特別選了這個月 為全國華人觀眾送上一份新春賀禮 和大家一齊迎春節福 大家只要扭開電視、轉對台 新時代電視一台、二台和城市電視 三個頻道便免費任你們看 TVB和ViuTV製作的劇集和節目 當然應有盡有 要知天下事 以及和大家息息相關的家國新聞 當然要留意本台新聞部製作 以及為大家搜羅的海外新聞時事節目 至於緊貼中藝娛樂的update消息 一樣沒有難度 就像我們螢幕八爪魚一樣 一有機會 還會直接和香港的明星藝人聯線 而在接下來的星期二 2月15日 晚上6時45分 新時代電視一台更加有新節目 摘系之我的雪雪推出 與其摘在家 不如跟著女神戶外出走 一起接受挑戰和考驗 看看在冬天的雪櫃裏 可以有什麼意外收穫 大家如果想繼續欣賞 來自中港的特集和中藝節目 以及本地製作 不用streaming就可以有環球體驗 就馬上和你的電視網絡供應商聯絡 延續無可比二的觀感享受 免費預覽在下星期日 2月20日就結束了 想知道長城 大家可以瀏覽網址 FatialTV.com 剛才講到與香港的明星藝人聯線 我現在就馬上找來唐妹和她聊聊近況 她主持的勁歌金曲 現在每個星期日都在新時代電視二台播映 大家有無收睇呢 勁歌金曲是香港史上最長壽的音樂節目 而唐妹就繼2011年之後 相隔十年 在去年4月再做勁歌的主持 十年之後有新拍檔 多了新環節 當然也有新的體會 其實我很久之前 我和金剛都有主持過幾個月 當時都屬於一個不知頭不知腦的狀態 我還很小 現在大了去看勁歌金曲這件事 加上改革 又有新主持有Eric Clark 和新人Oscar 我都會覺得整個氣氛 模式又有一個大的變革 我都會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可以更加用不同的方式去 很多人都會說想聽到一些金曲之餘 都想知道多一些新的廣東歌 所以我覺得在勁歌金曲現在的改革之後 我覺得都有做到這件事 我當然是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勁歌金曲這個 一個這麼經典的節目 認識多一些廣東歌的歌手 以及一些很努力做創作的新人 組合、樂隊 不過在近這十年 隨著網上串流音樂平台的興起 大家聽歌的習慣都在改變 唐妹除了是電視音樂節目的主持人 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唱得的歌手 她又覺得現在電視音樂節目在樂壇上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呢? 我覺得電視始終有電視的威力 我覺得是真的可以令到不同階層的觀眾 都可以接觸到你的音樂 這個也挺重要的 當然網上平台 我們去走宣傳或者是怎樣的時候 我們都會知道 可能某一些電台 某一個YouTube的頻道 是標準哪些觀眾居多 但是 對一個歌手來說 其實我們不管 最重要你的平台可以讓我們上去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最好的狀態 表演給你聽也好 講解給你聽也好 其實最重要是 大家都去給大家去理解 我們自己在做的音樂 就是我們想做的事是什麼 我們的終止是什麼 我的歌有什麼特色 近來我的心情怎樣 我寫了一首什麼歌 其實最後離不開的 都是大家想走向更大的舞台 講到拍劇 堂妹早前拍攝的《同時愛上你》 和《42章經》已經殺火了 雖然經常都要開通宵間 但她就非常享受和劇組的團體生活 因為作為歌手 她很多時候都要孤軍作戰 很開心的就是 拍劇和唱歌是十分之不同的 因為拍劇 你真的短時間 這四個月就是對著這群人 大家就有機會聊天 一起吃飯 玩很多東西 晚上又一起熬夜 醒了 那個對白 又可以聊一下 那個對白是大家怎樣去扭 所以是很開心的一個群體活動 但你唱歌就不是的 你自己對著歌詞 要記錄一下這個位置 要呼吸 這個位置有什麼語氣 所以是兩種不同的狀態 今次可以認識到高輪 張震朗 還有剪彭 我自己又不是經常拍劇 很少能接觸到 就算拍完劇之後 我們都會自己出去聚會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得到的友誼 特別是 人越大是難得認識到朋友 堂妹新兼多職 演員 主持 歌手 樣樣都忙 如果一有空閒的時間 可以放假的話 他又會做些什麼呢 很不得閒的 哈哈哈哈 我很不得閒的 因為我自己是 不需要做事 我特別是這樣 在拍劇 是十分之累的 那我都 在拍這個訪問的時間 我都整個星期 還沒回到我家吃飯 然後又經歷完 很凌晨的拍攝 所以盡量這段時間 一有機會 我就會躺在家的梳化裡 不動 還有其實 腦子又在動 還要做很多 關於這個劇集 劇集會有一個角色的功課 你去看很多參考 所以其實 不要以為我們放假 就可以去玩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寫下 給自己做 例如 這張自己永遠 剪的剪的剪也 都剪不完 已經有另外一些新的東西 那麼現在就已經拍完劇集了 堂妹是不是很快就會回歸舞台 甚至有新作品 跟大家見面呢 出show 機會都會有 我們之前都有堅持抽一些時間出來 去做我國語的專輯 但我發覺這樣對我的作品 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就說 不要緊 我好好地 慢慢地做完 做好一件事 我再做我的唱歌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聽說有些機會 可以過來加拿大表演 不知道是嗎? 堂妹 我們都非常期待 你再次來到加拿大唱Live 希望疫情持續好轉 海外的歌手和明星 都可以飛過來開Show Cynthia 我知道你今天 都有一些好Show 想介紹給大家 是的Nina 一會兒我們就會精彩重溫 加拿大中文電台 苦苦心威年初三 這個好Show 剛才Nina就跟我們看過 在溫哥華的Lunar Fest 一會兒我會帶大家 欣賞在多倫多的Lunar Fest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 螢幕八爪魚 苦年送好禮 早餐試 加樂士 有獎競猜遊戲 現正火熱進行中 Kellot Canada 今個苦年推出特別版 Frosted Flakes農曆新年包裝 除了有新年祝賀 包裝盒背後更有紅包 展現傳統氣氛 掃描紅包內的QR Code 適可獲贈Frosted Flakes 搬慶優惠犬 貼紙就給足了 是時候看看問題了 Kellot Frosted Flakes新年紅包內 有哪些歡慶驚喜 知道答外觀眾 可以將姓名 聯絡電話及答案 Whatsapp到416-274-1188 又或者將資料 私信到新時代電視 Facebook專誼 著名參加早餐試 加樂試有獎競猜遊戲 截止日期為2月16日 東岸時間下午6時 搭中又被抽中的幸運兒 有機會獲得Kellot Canada 精美禮品包一份 千萬不要錯過 新年除了玩遊戲 贏獎品 還怎少跟加拿大中文電台的一班DJ 齊齊迎新睡呢 任人苦年 加拿大中文電台陪你一齊苦苦心威 年初三,也即赤口 你一日寄出門 而做宅男宅女 所以加拿大中文電台 就籌備了一場特備節目 和大家在家學年 今次的主持陣容相當新鮮 何伯、何之雲和小英 這對黃金組合 竟然有了第三者 就是我們的大師兄林峰呀 一班新秀歌手 齊齊獻唱 賀年歌曲傳笑 用音樂炒熱全場氣氛 加拿大中文電台總經理羅著輝 以及節目總監李婷 都趁這個機會 為各位聽眾和觀眾送上苦年祝福 大時大節 又怎少得一家人齊齊整整 吃一頓團年飯呢 加畫歌一家大小 齊齊出動 為觀眾準備最有特色的賀年美食 還有我們的華者大家庭 一樣團結 四位心方華者用舞蹈代替廚藝 這就叫壽式可測 新一年的榴槤運程是不少朋友關心的話題 今次節目特別邀請梅花翼素大師 Herbert 坐鎮 為大家預測苦年多倫多的旺程 壓軸出場的 還有鍾安尼用靚聲唱好歌 向大家拜年賀福福 新的一年 加拿大中文電台 繼續陪伴你 天天一起 大家都要保持支持他們呀 今個農曆新年 就算有疫情 多倫多的慶祝活動 一樣非常熱鬧 首先我們會去到市中心的唐人街 玩轉一系列的新春賀年活動 農曆新年 多倫多唐人街 舉辦了一場熱鬧的慶祥春活動 除了用賀年裝飾布置不同建築 這裡還舉辦了一場非常特別的燈籠展覽 今年因為COVID-19 所有活動是有限的 我們今年有這些燈籠的示範 社區有兩個全體 一個STEPPS ART 和這個Artist PuffPetty聯合製作的 以及Workshop 得到很多人的贊同 這是第三年 所以我們繼續追蹤 今年的新春慶典 除了善下指南 網上還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透過今次的活動 主辦方希望為疫情之下的 各位商戶以及市民打打氣 希望在苦年 大家都可以好似老虎 勇往直前 無懼挑戰 這是一個新興建的製作 它們的製作 由兩名 artist PuffPetty 和MeganLim 所以在他們的藝術 對他們的藝術 和社會的藝術 他們有透過 同時公司 藝術 在藝術 社群組織的藝術 他們會展示它 成為藍燈 今年我們有180個藝術 由社群組織的藝術 非常驚訝 第二站 我們會一起參與 橫跨加拿大洞西兩岸的 新年慶典LUNAFEST 大多倫多地區的LUNAFEST 除了有網上活動 實體活動一樣這麼精彩 一年一度的LUNAFEST 再次熱鬧開羅 今年主辦方在溫哥華 以及多倫多 都有一系列慶祝活動 在大多倫多地區 他們邀請原住民藝術家 為大家設計了一系列賀年燈朗 為農曆新年增添不少新鮮感 我先講一下我們延續去年的燈展 我們去年在這個Varley Art Gallery 在Markham展示了這個燈座 這個燈是邀請了當地的原住民 一起跟我們參與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過年的模式 過年的傳統可以在Markham這一代 開始有一些新的跟當地的連結 所以我們邀請很多原住民的藝術家 來幫我們把他們的作品 放到我們的燈籠上面去 那這次在疫情下 還可以大家找時間過去看 一直到3月都還在這個展覽中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去看的過程中 也可以去想像說 未來是不是有別的藝術家 你認識的或是不同族裔的 你希望他也能夠跟我們一起來過新年 那我們可以讓越來越多人 跟著我們一起過農民青年 Lunafest GTA的官方網站 還有更多精彩內容 將台灣文化融入新春慶祝活動 那我們透過這個網路上 還有一首其他的節目 包括我們邀請了台灣的一個 音樂家琵琶老師 他叫林慧寬 然後他跟一個原住民的作曲家 叫董昭明老師 他們合編了 就是用原住民這個現代音樂 跟我們傳統的琵琶 然後結合起來 然後希望能夠帶給我們 過年的一個新的想像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活動 還有一些線上的一個展覽 我們有一個展覽很棒的 一個是來自台灣的杜寒聰 他是一個原住民藝術家 因為今年是虎年嘛 所以他的故事是一個雲豹的故事 他從小長大的時候 他的在這個台灣叫好茶部落 他的這個長老們 其老們都跟他講說 你要好好的保護雲豹 結果他到別的族裔 在過風年紀的時候 看到很多別的族族的族人 身上批的都是雲豹的皮 他就是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我要保護他 所以他們披上的全都是雲豹的皮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這個啟發 就是我們一直都講說 我們要虎虎生威啦 我們講了很多很吉祥的話 可是我們跟大自然的關係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 如此的這個密切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個在大多很多地區 我們這個農曆新年 大家可以在這個疫情後的 這兩年之後呢 可以有一些更高的價值 更有意義的過年的方法 最後一個活動 要帶大家走回大運 出發新行 早前我們已經介紹過 不少的越野滑雪好去處 不過以下這裡 是由資深滑雪愛好者 聞選出來的難度No.1 位於Ossbridge小鎮的Walker Wood & Glen Major Forest 面積超過1500公頃 擁有超過47公里的行山景 森林圍著Dufferin Creek的分水嶺 坐擁平地、斜坡以及深坑等等不同地形 是不少資深越野滑雪愛好者的深水推介 無論是平日還是周末 你都可以在這裡 見到一班滑雪高手同台競技 複雜地形加上多變滑雪度 這個森林絕對可以令大家的滑雪技巧level up 越野滑雪是一項可以快速提升 有養耐力和肌肉耐力的運動 不過對於第一次來這裡挑戰的新手來說 有幾點就要特別注意了 越野滑雪分為傳統式以及自由式兩種 傳統式是利用雪板交替向前滑 自由式是單質負重運動 由於森林的雪度比較窄 這裡最適合傳統式滑雪 在熟式地形之前 大家可以先用基本的步行動作進行滑雪 手腕抬起的時候向前邁腳 記得不要同手同腳 以核心肌群發力取得平衡 向外踏步的時候 要注意膝蓋圍於滑雪版的正上方 如果不是很容易會扭傷 熟式之後想在斜坡滑行 同樣要有一定技巧 使用滑雪桿的時候 記得不要只用手腕發力 而是要將全身的重量壓在滑雪桿 手腕保持放鬆 這樣做有兩個好處 一來可以避免手腕勞損 二來可以令動作更靈活 其實越野滑雪 裝備和技巧一樣重要 由於路程場運動量大 越野滑雪的服裝 一定要具備吸汗性和透氣性 大家應該選擇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而不是傳統又厚又重的滑雪服 如果你是滑雪BB班 來這裏只想逛下 欣賞下大師表演 一樣要逛得有技巧 如果你們要來 請請把腳踏穿 請把腳踏穿 露鞋子或鞋子是很好的 如果你們要走露鞋子或鞋子 請把腳踏穿去旁邊 而不是在腳踏穿 這會很值得 戶外運動要注意安全之餘 亦都好像剛剛所說 為其他用家走多一步 我已經收拾好工具 一會兒準備去滑雪 消耗過年累積的卡路里 Lena 有沒有興趣一起嗎 Cinphy 我也很想參與 但我對於冬季運動 一點都不擅長 不過我很喜歡看 記得上星期見證著 單板滑雪健將 Max Perot 在北京冬奧為加拿大 湧奪第一金 不過在大家看冬奧之餘 亦都不要忘記下星期 同樣時間要收看 螢幕八爪魚 拜拜 也不知道 stairs 結束 下水 斂